蒸鍋裡冒著煙 粉色黃色綠色相間 一隻隻色澤鮮豔的小狗就在裡頭 仔細一看 除了小狗 還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動物 可愛模樣 讓人捨不得吞下肚 這是澎湖著名的雞母狗 用糯米糰捏成小動物 再加上黑糖調味 就成了澎湖人的傳統冬至美食 除了雞母狗 還有菜姐 也是澎湖人每逢冬至都不可少的佳肴 阿公阿嬤七手拔角 一手捏著糯米皮 一手要著已經拌好的餡料 揉揉捏捏後再放進蒸鍋裡 蒸個20分鐘 一個個美味可口的菜姐就完成了 像阿嬤以前年輕人的幸福 我們真的喜歡 大家很愛心 仔細一看 菜姐和傳統的菜櫃 外形相似 但內餡卻大不相同 傳統的菜櫃 最大多拌著肉屑 蝦米 青蒜和蘿蔔一起炒 但是澎湖的菜櫃內餡 通常是高麗菜 紅蘿蔔 南瓜 地瓜 香菇 小管幹 芹菜 還有木耳 不只鹹的還可以加入紅豆或花生 變成甜的菜櫃 口味多變 讓人大飽口福 今天言語論 葳文宣 澎湖報導